電影應該怎麼跨界 不要永遠守在電影這塊的 經常使用的演員 或是跨到電視圈裡面找演員 我們想要跨一個層次到音樂圈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這裡面的主要角色 90%全部都是真正的樂手 會唱歌 會唱 會玩樂器 還會自己創作 我記得有第一次上大螢幕的翻譯成 翻譯成 還有翻譯成 馬涅仙 然後甲子的那個小應 林雄 林小培 林雄就是很會唱歌那位原住民朋友 林小培 CINO也有 CINO也有 然後我記得好像也有這個 星光二班的梁文英 對 那大家意思就是說他們又組Band 那現場他們也會即時唱 有 那個現場唱那個爆發力 本來我們有一場戲 本來林演最多只發到 差不多800多個人 結果拍完整場戲以後 變1000多個人 就是自己旁邊的遊客 都自己來塞滿我們的人群 因為好看 他們以為真的在辦演唱會這樣 因為那個舞台 我們是真正的搭起來 不是說 春天那人在拍的時候 我們在演唱的時候 我們去那邊 去那邊側拍了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搭起來那個舞台 拍了整整四天這樣 而且你這樣講 我會很有興趣 因為恆春 真的就像你剛才講的 它是一個包羅萬象台灣的一個點 對 然後另外呢 我又很怕看電影的時候睡著 不會 你又來組一個band 讓我永遠很亢奮 很high的感覺 你如果睡著 我會 我會跳樓 我真的會跳樓 我一定去看 到時候再回來跟你報告 一定一定 不過今天我們這個專訪尾聲 其實溫耀還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2008年的電影節當中 您可以同時得那麼多獎 我大概看了一下 您應該是得獎最多的一部 而且這個百萬首獎 只有海角幾號得到 因為它只有一部 能夠就是 名額只有一部 對 意思就是 最佳影片的意思 那一年的競賽片裡面的 最佳影片的意思 百萬首獎等於 2008年的國片的最佳影片 台北電影節 好 那百萬首獎的一個 好像就是給100萬的獎金 對對對 那它是怎麼票選出來的 沒有 就評審評的 評審評的 他有請專業的評審來做 做那個 嗯 我想這個 除了這個評審的讚賞之外 還有導演自己的有信心之外 你能不能再多給我們 一些比較拍攝當中 您覺得 應該說觀眾去看的 可能留下很記憶深刻的幾個橋段 嗯 我就說我們那個 後面做的那個大特效的部分 我們 我們真的很用心 除了演唱會那場很熱鬧以外 我們還把 60年前那個愛情的 遺憾的那個原點 給全部拍出來 也就是 日喬遣返 日劇時代結束 所有的日 日喬要被遣返回日本的那個 那個時代的場面給還原 還原就是用很多的 那個搭景啊 特效啊 模型啊 全部把它模擬出來 就是 用兩三個場景的那個 那個 那個場面花了我們 非常非常多的錢 跟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跟精力去完成它 因為在道具也好 在影片呈現的色澤也好 對 服裝也好 道具也好 全部 全部都考究的很 很仔細這樣子 出來的東西 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 絕對 像真的一樣 對 所以讓我們這種沒有經歷過日劇時代的人 也會很有那個時候的Feel 對 會讓你 重新思考 一個年代的結束 留下的不是只有遺憾 最後這部電影你認為 最值得大家反覆咀嚼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就是它的音樂 音樂 我覺得 我自己在剪接的時候 我剪接完以後 我回家都一直無法睡覺 就是頭腦一直繞著那個音樂在跑 那個 我隔天去剪接師的時候 我問那個剪接師 你覺得怎麼樣 結果他的情況跟我一樣 就是整個回家 頭腦一直繞著野玫瑰這首歌 一直繞一直繞 它已經快瘋掉了 野玫瑰是一首新的歌曲 古老的歌 全世界的民謠 你聽過嗎 男孩看見野玫瑰 有 男孩看見野玫瑰 沒唱錯吧 對對對 這一首歌說不定你把它改編成不同的味道 對 因為我們家把 我們這個 最大 我們這個音樂 在音樂方面最大的特色是 我們 也展現了恆春這個地方的包容力 把古老的樂琴 跟最現代的 Bang組合在一起 樂琴跟Bang混合在一起 對對對 它就變成了一個 很美麗的旋律 很美麗喔 真的很美麗喔 我自己都很難想 我本來還想說 搭不搭的上啊這樣 可是弄起來一搭 真的很漂亮 我相信這個應該也就是導演所說的 海角7號當中 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了 今天謝謝除了導演來之外呢 也帶來很有這個 日本FU的感覺喔 60年的情書其實是要送給 小島遊子樣的 那今天如果有希望能夠 這個成為小島遊子樣的朋友呢 歡迎大家用傳真的方式 我們要送給大家這一次海角7號的這個是 愛戀情書的音樂專輯 這是一個CD CD 裡面應該有 也玫瑰在裡面吧 有有 它裡面有收錄很多 我們戲裡面的音樂 跟主要的配樂 最重要的是它在每一首音樂的 在演唱 在演奏的過程裡面 一直有一個男人 一直在朗誦的這些情書 對對對 然後另外呢 我們要送給大家是海角7號的 這個應該算是電影的明信片 對 這是小販 然後這個還有很多 不一樣的這個場景 這是另外一位好像日記的女主角 田中千惠 然後這是其他的場景 這是中介校 中校界 中校界 日本歌手 是兩位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呢 請您用傳真的方式 傳真到0225779830寫好你的姓名地址 連絡電話 數量沒有很多 那麼我們會抽出幾位幸運的朋友 送給您海角7號的CD還有明信片 導演 8月22號 對 不要有藉口 一定要去看 記得帶面紙嗎 不用不用 不會 因為我們的難過不是讓你很悲哀的難過 是讓你感動的難過 我懂了 就是出了電影院之後 還不會流眼淚讓別人看到 眼睛泛紅 會流淚啦 但是那種流淚不是悲哀是難的 是感動 是感動 8月22號我們一起來見證這個 我們的魏導演海角7號的新作 感謝您今天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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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夢的甜心者 要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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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